大家好,我是夏志恩 发展局经审视之后 第一次决定不批出新一轮建造业输入劳工申请 涉及大约1750个配额 建造业总工会说欢迎 认为目前业界工程量减少,人手过剩 应该先保障本地工人就业 政府上年7月推出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 已经批出近万个配额 7月接受第五轮申请 发展局在社交平台表示 第五轮接获18项申请 涉及合共大约1750个配额 局方说审视工程是否确实需要输入外劳 以及工程进度等等 没有申请获批 10月会接受另一轮申请 建造业总工会欢迎发展局的决定 说近期工程量已经减少 工程量少了 我们都判断到现在 有些前期的工人 其实都在说没什么要做 我们接触到工人都说 有时开工量少了 有些甚至要休息 现在正在做的工程会慢慢完整 有些新工程又少了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得到 未来我们将会有些工人是没什么要做 是在市场上多出来的 这个时候如果到时我们都是有大量的一些外劳 其实那些工友是任不回市场 对于总工会近日收到超过100个输入劳工投诉 告诉管理公司剥削 包括以培训及交通运输等的名目 向他们收取费用 工友如果不肯支付或者投诉 或者会被解雇等等 劳科局说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调查 我们不允许有任何的机构借着一些不同的名目 去剥削员工的薪酬 这个是法例之外容许的范围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会和发展局以及保安局 以及警方以及劳工署一起去处理这个事件 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回应表示 会按情况作出行政处分 包括撤销已经批出的配额 暂停接受有关总承建商的新申请等 也都会在有关工程表现平衡 反映承建商的违规行为 有机会会影响他们未来中标的机会 无线电视记者 彭荣熙报道 高财通计划下 有不少来自北强大学的申请人都有高学历 但是来到香港之后都说找工难 希望政府设立一站式平台协助 25岁的玉亭来自广东维修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运筹学与分析石士 透过高财通来香港 过去半年不断找工 多个行业都试过 既出80份领历 只有两次面试机会 会比我预期少很多 因为一开始会觉得很自信 我觉得我的学历都不错 之后apply了之后 觉得其实香港的现在的job market 都不是说那么好 最终这两间公司都不适合 签证期限剩下不够半年 他最后决定在香港创业 说真的其实由第一批拿到高财 再到之后去拿着这个身份证去找工 其实开始都会觉得有点lost 因为只拿到个身份证 就是没有一个人指示我去做 怎么去做或者有什么渠道去做事 挺希望政府可以给一些不同的渠道 或者帮助在这一块 移民顾问郑天欣协助过百多个高财 落湖香港 他说不少人都面对找工难的问题 现在说我们内地市场 譬如说一些新兴的科创 一些大数据 以及一些我们叫网络的营运 其实我接触到都比较多的客户 其实他们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类型 香港的话其实可能选择的工种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少一点 部分的申请人 他们甚至乎是内地的email 是有点难节的 甚至乎他可能 基本上他都收不到 我们回复他的email 所以这个也都会导致了 有很多信息是缺失了 有协助高财的议员说 知道有人求息深切 曾经被非法中介接触 游说做假就业证明 政府说会严格把关 要求申请人补交资料和证明 核实申请人的工作地点等等 如果有人故意申报失实资料 会展开刑事调查 不少高财建议当局 设立一站式球资平台 给他们参考 并且直接联络感兴趣的公司 无线电视机车 刘慧宜报道 美国就香港营商风险 发出更新警示 警告美国企业 在香港营运和活动 面临更大风险 美国国务院 农业部 商务部 和国土安全部 申请发出联合通告 更新2021年7月发布的 香港商务警示 提到2020年实施的 港区国安法 以及刚刚在今年3月 才实施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即是基本法23条立法 进一步削弱香港的 基本自由和人权保护 说当中涉及国家机密 和间谍活动的 勾结外国势力条文 定义广泛而含糊 可能妨碍企业跨境活动 再加上港府对民主派人士 采取的圆红和拘捕令行动 美国企业应该意识到 他们在中国面临的风险 在香港也有所增加 报告又说 基本法23条立法的域外适用 或者会影响香港以外的企业 和个人 警告美国企业在港经营 需要面临潜在法律 监管 营运 财务和声誉风险 违反的话 要接受加强审查 经济或者当局 采取法律行动等的惩处 通告又提醒 俄罗斯越来越频繁利用 香港规备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中国也都将香港变为经济枢纽 涉作生产分泰来的内地企业 提醒美国公司要遵守美国法律 母线电视记者杨杰杰尔报导 对于美国更新对香港的商务警事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 美国的做法是利用香港打压中国 有恐吓成分 外交部驻港公署就批评 美国是香港繁荣的破坏者 美国国务院 国土安全部等 更新对本港商务警事 警告美国企业在港营运面临风险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批评 美方的做法是恐吓 美国政府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是想透过香港打压我们国家的发展 这个是很明显的 他们的条例比我们更严 他们的刑罚比我们更重 那为什么要针对香港呢 我觉得它这个带有一个恐吓成分 希望吓走所有想有意来香港投资的商人 我相信这个计谋 我不认为它是得逞的 外交部驻港公署也对美方发布所谓警告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予以严厉谴责 说国安法为香港营商环境提供了强力保障 又说美方今次顾忌从事 是不治不扣的一国两制实践 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干扰者 搞局者和破坏者 顿促美方撤销所有涉港无理制裁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新检行会成员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说 正是进行在港外商研究 说他们从来不认为国安法有任何影响 他们需要承受相当大的家乡的压力 甚至最近我听到美国商会回去美国本土 都受到美国本土的官员一些比较上苛刻的待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在香港做生意 是有意思有意义 所以他们是会继续留下 又是香港重商超过30年的美国商人认为 香港仍然有很多机会 但是近年来港的外国投资者减少 他说不少公司选回到美国 或者是迁至亚洲其他地方 《无线美视》记者执愿文报道 先回到新闻时间 房屋局早前推出幸福设计指引 作为公屋落成或翻新的建设和设计参考 局长何永健说会不断更新指引 而为了回应市民住大一点的愿望 已经将资助房屋的面积封底 在石杰美村罗马广场 不少设施都损毁 现场所见有人员正在维修 部分贴上损坏代收字据 火局早前公布会推出幸福设计指引 作为公屋落成或者翻新的建设和设计参考 涵盖八大概念 而据问如果发现设施有问题 可以向屋村经理反映 火局局长何永健 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落区宣传的时候会不断更新指引 幸福好像很抽象 但是我们在八个概念之下 还有五十多个策略 化成一百七十个设计的环节 这些环节就很落地了 一点都不抽象 我们做屋村设计的时候 开继的时候 我们有百分之三十是公共空间 这些公共空间怎样可以用好些呢 我们的商场有一些这样的广场 或者一些室内广场 我们怎样引进多些活动呢 至于不少市民希望住大一点 他说未来房屋供应会顾及 那眼前我们其实都做了些事情的 譬如将我们的资座房屋的面积 封底 在2627年出现的资座房屋 就不会再小过26平方米 我那些陆置居呢 其实小过26平方米那些 已经是卖光了 所以可以说是绝积的了 接下来都会是大过26平方米的 居屋呢 大家看到今期的居屋呢 有五个地点 其中启德呢 都还有一些是180多尺那些 这个呢 也是最后一批的了 位于元朗游博路的简约公屋 明年第一季会率先员工入伙 4440个单位 至今收到大约11000份申请 何永然说最快今年12月有结果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报道 财政师副司长黄伟伦说 今届政府会提出提量建屋 继续简约公屋 每年可以有3万5千个单位落成 有信心在任期内 将公屋轮后时间缩短到4.5年 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年 公营房屋的产出 落成去到超过3万 我们的排队 我们平均轮后时间 将会可以减少 这个是政府同样地看 也因此我们说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轮后时间 由2021年 当时是6.1年 历史高位 去到 今届政府尾段 2627年 的4.5年 海关拉了一个药房职员 涉嫌销售中药材的时候 以根变两 捂到内地旅客 涉事的药房在尖沙咀 被捕的男职员35岁 海关说 接驳内地旅客举报 说他上个月 在那间药房选药品的时候 男职员说 市主有健康问题 向他推销一款中药材 以改善体质 并可以享有九折优惠 职员对计价单位 含护其辞 令市主不以为买的中药材 是380元一斤 但是去到付钱的时候 就以两计价 由于中药材已经磨成粉 市主最后是被逼以 5400多元买 海关说 国庆黄金周就来到了 将会继续加强巡查 和执法 严厉打击不良营商 由呼吁消费者应该帮衬 信誉良好的商户 国际方面 教宗方制国继续访问 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基内亚 呼吁结束暴落暴力 由希望当地的国际企业 改善劳工待遇 方制国提到女性暴力 呼吁当地天主教堂 关心被虐待的妇女 法布亚新基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 星期六有民众跳草裙舞 欢迎教宗方制国到访 方制国下车之后 收到原住民的小木船礼物 他也都送上礼物回应 方制国礼节性拜访 并且在对方的陪同校会晤政治 及宗教领袖 以及大使企业家等代表 方制国说 巴新几百个岛罪上 有800多个部落 讲800多种语言 是非凡的文化富饶 但部落暴力造成很多受害者 阻碍和平发展 希望能够结束 方制国又说 外国专家和国际企业 应该以可持续的方式 开发巴新资源 分配收益和聘用劳工的时候 亦都应该充分考虑 当地人的需求 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方制国有探望儿童 并且同主教、修女等交流 呼吁当地天主教堂 关心被虐待和边缘化的女性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巴新近半儿童发育不良 而联合国统计说 当地六成妇女 遭受过来自伴侣的身体 或者性暴力 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 无线电视记者 昨天三不倒 大家好,我是何梓恩 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宣布 暂时全线结业 大约110个员工向劳工处求助 舒适宝最新在网站发公告 说新投资者和关仔分店业主 达成初步共识 将会在日内开业 拥有38年历史 有700多个雇员的 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 宣布暂时全线结业 重整业务 劳工处说 过8个舒适宝员员工 提出雇佣申请 厨方正是联系公司管理层 要求按法例和合约妥善处理 有教练说 这一年来公司多次拖良 但同时鼓励他们 努力推销货堂取赚金 维持了大概半年至8个月了 其实每个月来说 大概都是拖7天 甚至乎某一两个月 是试过过了7天的 在9月1号的时候 他仍然出一些新的bonus 给一些客人去购买货堂 让教练得到价外的赚金 这些已经正正是鼓励 就是那班员工去做一个销售 在员工的立场里 你没有告诉我结业 没有告诉我公司的前景下 我们都是跟公司指引做事 其实是很大的欺骗成分 舒适宝说新投资者接手之后 可以为顾客免费转会 曾经任职海关督察的律师林郑文说 如果舒适宝最终未能够履行 可能违法 如果明知道他将会没办法提供有关的服务 仍然接受顾客的付款 属于商品说明条例之下 不当地接受付款罪的特效 甚至有机会可能构成欺诈罪 又或者新的投资者的营运方式 并不是完全履行旧有的责任的话 其实旧有的投资者都不可以纯粹提出 就是说已经有一个新的投资者召合中 去开脱他有关的责任 舒适宝就在网站发公告 说新投资者和湾仔分店业主 已经达成初步共识 新公司将以新品牌营运 湾仔店亦将会在日内开业 并且承诺为原有客户 免费提供剩下所有健身卡 同私人教练课堂服务 母亲你是记者 杀娟文部导 消委会暂时收到近200中 舒适宝的会员投诉 释款近640万 对于预缴释付款的问题 政府在五年前曾经研究 设法定冷静期 不过去到现在都还没立法 舒适宝位于湾仔的中心 海关贴上告示 有会员到场了解 小委会暂时接获171宗 涉及舒适宝的投诉 涉款达到630多万 最大一宗达到65万 如果消费者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信心 或者我不想再等了 因为始终是一个不明白的 因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投资者 其实他都可以要求即时进行那个退款 有律师就说如果最终结业 顾客都难以追讨损失 即是商户结业和清款的时候 即使是有一些剩余的资产 都需要是偿还了一些优先债权人的债务 例如可能是中心要缴清一些政府的税务 一些员工的欠身 即是如果健身中心是有大量的苦主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是什么都拿不到的 美容院和健身中心 很多时要求顾客预缴式付钱 政府2019年建议3000元以上的预缴式合约 设法定的冷静期 当时有两个建议 亦都曾经公众咨询三个月 但至今未有再提立法 政府的回复都是说现在经济又不是那么好 这样怕会影响销售的那些 有一种又觉得因为这样 他更加放心 因为他是个冷静期助保障 他可以先签一签回去慢慢想 所以未必一面倒 一定会有这件事就会少了生意 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的 美容业总会说不少店铺 都有自行定立冷静期 可以说是一把两人刀 好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真的遇到一些不良销售的时候 他真的有一个方法 或者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退出 变成消费者如果可能因为个别自己的原因 都可以做一些反悔的行为的话 其实对商货的经营上 一定是增加了难度和成本的 所以其实这个在法例的内容里面 要定立得很小心 他又说总会近期正是自行定立冷静期 希望业界可以同一 末期减弱为台风 先后在海南文昌和广东站刚登陆 为当地带来严重破坏 央视报道最少4死95人受伤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足重要指示 要求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末期星期五下午在海南文昌登陆之后 他的威力还掃海口文昌等地 有电单车司机被强风吹到倒地 要几个消防员合力救起 单楼在身内都未必安全 网上片段见到 有民居的窗户都被狂风吹至遥遥欲坠 部份住宅的窗户甚至整个被吹走 这个屋苑多个单位 整片窗不见了 有住户说屋苑也断睡断电 在同日的晚上大约10点 摩蟹在广东站刚徐文第二次登陆之后 当地出现狂风暴雨 暂光有酒店的顶楼 全层房的天花都被吹淋 住户要疏散 摩蟹虽然未有正面吹闭黄西 但都为防城港市等地带来风雨 部份道路水浸 摩蟹远离海南之后 市面仍然一片狼藉 大量的垃圾和杂物倒塞路面 当地开始灾后恢复工作 摩蟹导致海南、广东和广西 超过122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指示 要求加紧核实灾情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尽快修复受损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 积极进行灾后重建 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无线电视机者曹家平报导 台风摩蟹在越南北部登陆 带来狂风暴雨 造成四死七十八箱 多个城市停电 包括首都河内机场等四个机场关闭 超过300班航机取消 在强风下 越南北部广陵省 有铁棚屋顶被大风吹走 不少船木被吹至东歪西岛 街道水浸 海面涌起巨浪 部分鹿得高达五米 有停泊在岸边的船被大风和海浪冲走 需要紧急加固 莫杰吹集海南之后逼近越南 樊掃北部湾之后 在北部广陵省一大登陆 风力时速超过150公里 虽然风力已经有所减弱 但仍然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一名女子被倒塌的大树击中死亡 当局向售水浸和山泥倾射影响的 大约五万个沿岸城镇居民发出疏散令 又宣布北部十二个省的学校停科 部分城市停电 并且已经派出45万军方人员支援各地 北部的交通包括列车服务等已经暂停 而首都河内机场在内的四个机场关闭 超过300班航机取消 气象部门形容 摩杰是近十年来登陆越南的最强台风之一 登陆之后已经逐渐远离 风力将进一步减弱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中美商贸工作组开会 中方反对美方以产能过性为藉口实施限制 中美商贸工作组第二次副部长级会议是天津召开 中方重点就美国对华301关税 和造船等产业301调查犯法国家安全 制裁中国企业 相限投资限制 和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等表达关职 中方强调 厘清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边界 有助稳定企业合作预期 反对以产能过性等为藉口 实施贸易投资限制措施 上方同意在跨境数据流动 清洁能源等的领域保持沟通 美国巨报计划成立国家主权基金 投资在有利于国家安全的项目 过去几个月积极初伤 被指是要加强竞争力 应对中国的挑战 还有几个月就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五在密歇根州出席活动 公布新的行政指令 加强美国工人的福利 彭博报道 他的一班高级幕僚 正就更加宏观 成立国家主权基金一事展开初商 基金拒报会投资在科技 能源 以及涉及供应链关键环节 等关乎国家安全的项目 行业门南高的高端造船业 和核融合建设也会涉猎 但其他细节还未落实 报道说有份参与讨论的 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和他的副手身家 几个月前已经和相关政府机构积极磋商 目前已经取得进展 去到全越文件阶段 计划下一步和国会议员 以及商界持份者商讨 团队期望在拜登任期戒满之前 敲定最终方案 报道又引述获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的特朗普 早前也说美国要投资最先进产业 看好即使特朗普当选 主权基金一事 也会在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下继续推进 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一个白宫官员说 美国缺乏可以灵活在国内外调动的资源 应对目前面对的地缘环境 当中主权基金的钱 可以用来协助有供应链 和资金问题的美国企业 应付中国的挑战 不过有分析说 主权基金最终能不能发挥作用 仍然取决于美国的政治环境 要确保在两党激烈竞争下 主权基金不会沦为政治工具 另外美国债务规模高达35万亿美元 改善持续武器息 可能难以应付基金长期运作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二报导 先一设一转 稍后回来有其他小小的新闻时间 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被形容是万活之城 刘家平加上生活成本低 近年成为港人热门退休地 中卓希在清迈了解过 这里是泰国玫瑰清迈 四年环山空气清新 岳潭天后邓丽君 生前就在这座小城那里疗养 这里的万活节奏 近年吸引了不少香港人退休之后来长住 Tanny在四年前移居清迈 喜欢行山或者看山景 这是不错的地方 另外物价低 人口密集度低很多 生活压力没那么大 生活指数又低 回不了回头了 回不了回头了 Tanny说清迈吸引的地方 还有住得舒适 他一家三口加上十只猫 住在四千尺的独立屋 有花园 有泳池 月租不用两万港元 现在我给租金 可能在香港租过很小的地方 但是我可以租到一间泳池屋 有四间套廁房 所以那个生活质素提高很多 我拿退休金在香港用 我想很快不知道洗了去哪 但是这里你可能拿着退休金 你可以规划洗一段几长的时间 有位泰国的香港人就说 泰国这么多地方 曼谷太繁华 巴提瓦太集联 杜吉和苏梅岛湿气太重 选择退休的话 最适合都是清迈这里 Tanny是以养老签证 洛湖清迈 条件是满50岁 存款80万泰珠 即是大概18万港元 有效期一年 逐签费大概400元港元 另一款就是精英签证 可以长居5至20年 入场费大概21万港元 有优先就医权 和高端医疗服务等优惠 有移民顾问就说 泰国签证审批宽松 不过香港人在当地置业要小心 有些房子我们是皇家地 它不是卖断给你的 它可能是99年了 100年了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就要看剩下多少年的年期 如果不是可能你用高贵的价钱 去买回那间屋 剩下10年的业权 到时保地价或者扣族的事情 就会引起不变 他提醒泰国楼虽然相对平 不过二手市场不活跃 他先租住一段时间 融入当地之后才卖楼 无声电视记者钟卓希在泰国清迈报导 深圳发表秋季文旅计划 包括在国庆日举行大型无人机会演 并且会派发一万张的体验券 请游客免费搭空中的士 陈卓康在深圳报导 近年港人更热冲不上消费 深圳上半年录得超过8000万人次的旅客 按年增加16 旅游收入更加超过1200亿人民币 升24% 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业 深圳公布秋季文旅计划 主打低空经济 焦点是11国庆的无人机大型会演 以及假期连续7天 在5个地方出动1万架无人机编队表演 以天空之城大有可能为主题 融合国庆75周年 改革开放深圳地标等元素 为全球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当局将会派发一万张低空飞行产品体验券 请游客坐空中的士 据了解免费的名额大约占4分3 剩下的是优惠券 两条空中的士观光专线 全程8至10分钟 可以欣赏到市中心 深圳湾 盐田港等景色 挂牌价是1980块钱一个人 国庆跟中秋期间 我们也会跟市里面跟区里面 做一些优惠的活动 价格的话可能会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 让大家基本上都能够使用消费体制 这种服务 其余将会在秋季推出的新景点 包括重建翻新的小梅沙水族馆 和主题乐园 蛇口港开办湾区游轮短途线 在海上可以见到 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桥 当局在同期又会举办 救物质等一系列的活动刺激消费 在深圳买手机 无人机等电子产品 可以获得20% 最高2000元的政府补贴 无线电视记者陈聪康在深圳报道 国际方面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 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三 早上9点举行电视辩论 主办方公布 将会维持一个候选人发言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需要关注的规则 据报民主党候选人何锦麗 在辩论前接受特分 以提升技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何锦麗 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 将在当地来近星期二晚 在賓夕法尼亚非 成国家宪法中心 举行大选电视辩论 负责主办这场辩论的 美国广播公司公布规则 说将会维持特朗普6月 同总统拜登辩论时的做法 即是其中一名候选人发言的时候 另一人需要识米 何锦麗团队一度希望修改规则 以便他即时驳斥特朗普 但被特朗普拒绝 主办方说两人已经同意识威规则 并提前透过窄眼仔 决定发言顺序 今次将是何锦麗和特朗普 政治生涯期间第一次正式会面 何锦麗过去星期四开始 在奔直法尼亚州 匹兹堡一间酒店 为辩论作准备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 何锦麗在拜登放弃竞逐连任之前 已经开始组建负责辩论准备的团队 成员包括曾经为美国政治剧集 指牌屋提供顾问指导的 民主党辩论专家邓恩 前总统奥巴马 以及前国务卿希拉里 2012和2016年分别竞逐总统的时候 亦都是由邓恩主导辩论准备工作 希拉里当年准备辩论的时候 曾经由一名副手扮演特朗普的角色 那个副手今次也会协作何锦麗 继续在模仪辩论的时候扮成特朗普 特朗普的团队说 他不会进行用替身模仪等准备 但会定期跟政治顾问会面 讨论辩论可能涉及的问题 而特朗普在电视辩论前 亦都收到好消息 主審法官同意再度押后 特朗普隐口废案的判刑日期 到11月大选之后 避免诉讼程序受到选举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昨日申报道 美国波音的星际核机飞船 没有载人脱离国际太空站 返回地球 两个滞留的太空人 明年二月改搭SpaceX龙飞船 返回地球 星际核机不载人船舱 经过大约6个小时旅程 在当地星期六历晨 即是本港时间大约中午 在美国深密西哥州沙漠地区 以降落散赴助着陆 预计波音将回收船舱 调查推进器故障原因 不过由于相关部件 相信已经在落入大气层过程中燃烧 所以研究员要依赖模仪测试方式 找出推进器哪里出错 星际核机是在美国东岸时间 星期五挨曼 自动脱离国际太空站回航 美国传媒报道 今次星际核机降落表现 也会影响波音未来计划 包括美国太空总署 会不会要求星际核机再次试飞 以及考虑认同星际核机 可以定期飞行 路透社分析说 波音因为调查飞船故障问题 已经花费了1.25亿美元 折合近10亿港元 而整个星际核机计划 由2016年起 已经耗资16亿美元 相当于124亿港元 星际核机在6月头 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 威尔·莫尔和威廉斯升空 原定在8日后翻回地球 但由于星际核机推进器故障 和出现害气外洩 令返航日期一再押后 美国太空总署认为 星际核机接载两名太空人 翻回地球太危险 美国太空总署 安排轨游SpaceX龙飞船 明年2月将两人带回地球 意味着两名太空人 将滞留太空8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梁祝慧报道